市民主席 好謝謝你們辛苦 我只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你們2月16號去開會 這麼重要一個會 而且你們就都法律人 不管是高檢署啊 或者是我們的調查官 你們開會到底有沒有簽到 當天開會你有沒有簽到 跟委員報告 可能漏簽了 可能漏簽了 你有漏簽嗎 那個 現在實際狀況不記得了 不記得了 不能確定 你們請回齁 我請那個羅部長 請部長 部長其實我們來討論這些問題 都是希望把一些洞補起來 我也相信以你的專業跟法律的素養 可以理解剛剛聽到的部分 比方說 現在立法院要了解2月16號那開會的內容 就貴部的所屬提供的參與的名單 跟真正參與的名單 不一樣 你可以接受這樣子嗎 當然不行 所以這個漏簽的事情 這個是很嚴重 因為有發言的人沒有簽到 有發言的人沒有簽到 那這會議就怎麼做 開會也要錄音的 所以我不認為是惡意隱匿了與會的人 但這樣的作業確實潦草 一個這麼重要的會 牽涉到管轄權等等的會議 你們今天提供給國會的名單 是不正確的 這確實需要檢討吧 是確實 我們會檢討 那你們是只有一個會這樣子 還是很多會這樣子呢 我們要回去再了解 我們要希望以後不會再發生這種事情 這不應該啊 不管在什麼職務都不應該 對 也不能說我記不清楚了 模糊了 好像漏掉了 檢察官來開會 簽字都會漏掉的話 那辦案還得了 這不能容忍對不對 是不能接受這種 接下來我根據你這最近的發言 事實上 你也不能容忍 我們法務部的官員 打電話去通知公安部 到機場帶人 我們查過這件事 沒有 你認為沒有嗎 我說你們認為沒有 是認為這樣事情不應該發生嗎 不是 我們也去查過 我們也打電話問公彥皮 究竟是誰告訴他 他講的是誰 他說他根本沒說過這句話 所以我們剛剛認為是歐陽聽錯 你跑太快了 我現在是說 在你的態度上 認為這種事情是不應該的 你查起來也沒有 我這樣講比較完整 對 你認為這是不應該發生的 你才會急著去查 因為查出來如果有的話 那開玩笑 這很大的事情 是 所以你認為不應該有 你查證也沒有 我這樣引述應該沒有問題 是 所以 如果有的話 在你部長的任期內 應該要有所處理 是 我們應該一定會處理 這不是你做的事情 你也認為不該發生 你也急著打電話去問公彥皮 有沒有這個事情 他也說沒有 你認為不該 你也查證沒有 包園 不是我打電話去 是同事人 那如果查證起來有的話 這個事情就蠻嚴重的 更何況 打電話的人是誰 誰去查證這個事情的 你說我們 你們貴婦是誰 是代副司長還是陳司長打電話的 代副司長打的 對 他打的 他問了公彥皮這樣講沒有 可是剛才我們在 這個黃委員的尋答當中 他們都有聽到這樣的陳述 他們聽到歐陽先生的陳述 歐陽 所以這裡面 這裡面有兩件事情 一個是陳述說 公安部抱怨 抱怨我們這邊 部裡面有人打電話 通知他去機場 只剩二十分鐘 來不及 這個是正視角代查證 另外一個 你請這個副司長打電話 他要去公彥平問 他說沒有這個事情 我們法律上有個叫篡證 我不容許他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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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我講完 我善意再提醒 就是這個事情 也在查證中 所以這兩件事情 我希望部長 在你心裡面 都帶查證 因為公彥平講的 我也不見得相信 是 我要繼續查 公彥平講的 跟我們所屬的同仁 不管是歐陽或任何人講的 我覺得都應該要查證 那查證是就一件事情 法務部的高級的人員 打電話去通知公安部 通知歹陽這事情 不容許發生 對 也不應該發生 對 如果他沒有發生過 我們應該還他清白 對 所以你還會不會 進一步去調查這個事情 會 你要怎麼調查 我想想看 能不能讓公彥平跟歐陽先生對話 就是他們自己還原 公彥平公安部這個公處長 會願意來這邊對話 我不知道 所以我才說想 我現在想說怎麼樣再去查 諸如此類的 這件事我非常非常的 因為這事情是大事情 這問亂體制 對 我很重視 問人容許 是 那你調查的對象是誰 我們這邊是誰 被指控做這樣的事情 是 我要查出來 到現在你有沒有得到的資訊 如果有的話 調查局也是法務部的嘛 難道你沒有去問一下說 你到底是聽他講誰 我們其實不太想跟歐陽先生聯絡 要免得又被說串政 因為我們 你剛剛聽就知道 我到目前為止 尋答你 我是認為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公正的長官 要去瞭解這事情嘛 所以你總是一個 調查的對象嘛 是不是次長 不是啊 是不是副次長 不是嘛 也不是你嘛 你總會有一個 詢問的對象嘛 對 詢問的順序 就是要先還原說 因為歐陽先生講不出是哪一位 所以我們去問公彥平 他可不可以講出是哪一位 我們再去問詳細的 如果有聽到的是哪一位的名字的話 不是 如果是有人打電話給公彥平 公彥平當然知道是誰啊 你們部裡面誰 誰可以這樣直接打電話到公彥平那邊去 很多人呢 其實幾乎整個師都可以 整個師都可以 幾乎啦 因為兩個都是兩個 這是窗口嘛 因為他是公安是我們公檢法師的直接窗口之一 所以我們很多事情要聯繫 那我再請教你 你有沒有問過陳文琦司長 有沒有打電話給公彥平 在那個時間點 他說沒有 你有問過他 他說 他絕對沒有打過那種電話 他有打電話 但內容不是講那個 他們一直在聯繫想要取得資料 就剛剛有委員 有關菲律賓這個案子 陳文琦司長有沒有打電話給公彥平 有跟他要資料 他只是跟他要資料 對 沒有提到通知他去機場 絕對沒有道理 因為這個是他們先知道 路方先動手要去抓人的 怎麼會是我們通知他 帶回來的時間是我們知道的 他們可能也知道 因為他們已經聽上這個人了 可能我們先排除掉 就帶回來的時間是我們知道的 他們應該也知道 因為他們已經在跟非方聯絡 在取得資 所以 因為機場我們要飛離的前二十分鐘 通知他趕快去逮人 然後公處長認為這樣時間是太急迫 來不及作業 現在調查是這個事情嗎 是 我會去查 那妳剛才也說妳會繼續調查下去 對 妳大概多久會有個結果出來 這個很難講 因為能不能夠說直接對話 或什麼樣的方式 這個還不是我一個人可以控制的 所以我會努力去查 盡速查出來好不好 因為這牽著到法務部的關鍵 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另外有關二月十六號 二月十六號會議紀錄我們看了一下 大概分成兩派的意見 有一派呢 外交部陸委會他們認為 避免我們國人在境外犯罪 在國外犯罪 卻被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 被巫人這樣 他認為這不可以 所以他們有一些主張還是照原定的方式 不管是共產協議把人帶回來 證據提供我們還是在法辦 那事實上 法務部的檢察官 我看到只要有卷證的 辦的也都不錯 不管申請積壓 或者申請其他的這個強制作為 都做得不錯 沒有卷證當然就很難去處理 但是另外一派呢 大概就陳文綺師長代師長 代副師長這邊 認為說懲治犯罪比較重要 也沒有我們要兼顧 我們要兼顧兩者 就是這邊是你們的文字 因考量是否可以有效制裁犯罪 這個是國際兩岸法律社的表達 我還沒有跟你討論哪個好哪個壞 就兩種的思維 一個是兩岸司這一邊認為說 有效懲治犯罪 所以呢 證據不足無法繩之於法的情況下 情況下 所以 就是一個便利管轄啦 或者鼠弟 他大概是做這樣表達 報告委員是 因為就是外交部落委會 就人權的部分 他們已經表示意見 我們也贊成 所以我們再補充說關於司法 所以我是要請教你 我請教你一個問題 就是說 不管根據我們所謂的共打協議的第三章 第八條等等等等 我們都要求 他們也可以跟我們請求 我們可以跟他請求 即時提供證據捐證嘛 還有很多附屬的還有一些條款 所以事實上 我們兩岸法律師在表達這句話之前 我們是不是應該證據不足 我們是不是應該他要求他隨案付捐證給我們 是啊 就像這兩天台南的 壓起來了 就像之前我講 1203那個案子 一大堆人啊 幾十個人幾上百個人 也是壓起來了 是啊 所以只要付捐證 只要兩邊的人都真的想打擊犯罪 這個人要壓來台灣 我付捐證趕快把他抓起來 這個人壓到中國 我們把捐證給他趕快抓起來 這才是正確的打擊犯罪態度嘛 我們可以 所以在討論到屬地啦便利管轄之前 我們應該堅持共打協議裡面相關的條文 要求對岸提供相關捐證 讓我們這邊顯而易見 我們的檢察官比他們優秀 顯而易見 我認為我們的檢調司法是比中國那麼優秀 你捐證提供給我們來辦理 這才是正道 我們有爭取啊 我們就是這麼想 所以才會說 可是 兩岸師這樣一表達就認為說 因為捐證不足 我無法有效懲治犯罪 所以就只要給他 那我如果是公安那一邊 公安部我認為說 那我就不給你捐證 你就要把人丟給我嘛 不是這樣 報告員您看那個會議紀錄裡面也講 除了人道關懷收集資訊這些之外 盡速通知法務部及相關機關 就是要聯繫取證 我也不想在後面還有人要發言 是 我真的建議啊 尤其最近這幾個個案 你們應該的態度是 簽了協議要有用 根據共打協議 這些人 比方說大馬那20個人要回台灣 事實上是 你們跨部會決議要把他要回來的 要回來之前 不管是大馬的警方 或者中共的公安部的部分 應該根據共打協議 把捐證給我們 跟著這20個人回來 那這20個人回來到機場 接下一個動作應該是到檢察官那邊 做必要的處理 而不是人丟上飛機飛回來 然後全放了 然後舉國花蘭 還要研究是誰的錯 打擊犯罪這個洞 你們應該把它補起來 是啊 否則這一次人放掉的原因 是來自於沒有提供捐證 而不是誰沒有作為 或誰要求把人交過來 這樣沒有錯啊 對應該要我們 所以我期待你把這個洞補起來 然後你們那個調查趕快交出來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許育仁委員 主席好 我要請羅部長 請羅部長 許育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我請問一下齁 4月20號我們要組團附陸 那我們對方的對口的最高層級的單位是誰 呃現在直接對話的應該至少是我們跟我們 呃陳市長同等級 呃說不定會更高 你有掌握具體這個人是哪一個 哪一個部門哪一個官員在什麼層級嗎 我不知道現在不知道 為什麼會不知道呢 為什麼會不知道呢